黄色的初菊是秋天的一道风景 也是一道良药 它的味道清苦 如果上火了 口香溃疡或者便秘 泡上一杯小黄菊花 你就会感觉好的多 去年的春天 朋友送了几棵菊花苗 我就在月里的几个地方 给它种起来 经过一年多 这棵花开得可漂亮了 昨天刚刚开了一波 特别新鲜 我现在把它摘下来 准备让它变成 我杯中的苦口良药 我选择的是今天刚刚开饭的花 或者说今天刚打包 明天准备开饭的花 这样子才能最好的保存 黄花干与栗叶酸 栗叶酸可以最好的抗菌 抗病毒 抗肿瘤 以及抗氧化 所以秋天的处菊 就是一道最美的风景 也是一道最好的中药 这个最黄的花是今天才开放的 如果开放了几天的话 它就会有点偏白 不到一个小时 我就轻松的摘了一大盆 和一篮子 这颜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看着好治愈啊 好舒服 深秋已逝 正是处菊开的最美的时候 不知道你今年种处菊了没有 如果种了 就赶快采摘吧 我摘完以后 还剩那么多多的花 天气一报说 明天可能要变贴了 所以 我赶紧 剪下一把 想把自己的花瓶 给它插满 我喜欢 我的餐厅 与客厅 充满了花的香味 我觉得充满花的香味的房子 一定是幸福的房子 一定是一个幸福的家 我忙碌的在这边摘花插花 闻到了老公那边饭菜的香味 我突然想在这样子的下午 给我们两个调上两杯 沐西哥 龙石兰 用我月里扎回来的最新鲜的布盒 这个下午好匆忙 好快乐 好愉悦 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把水池洗干净 把摘回来的花 全倒进水池里 再放两勺盐 浸泡一下 为了避免 如果花上有少虫子 或者有虫暖 因为我想让家人和朋友 喝到最干净 最放心的花茶 哇 我用别来家里面所有能过滤水的漏盆 漏斗 包括我的蒸锅的格子 看看好多花呀 我真的好兴奋 这些花在漏斗 以漏盆里面 沥水晾干一个晚上 第二天 我就在后面的花园的餐桌上面 摆了一块白色的纱布 今天的阳光很好 我要给它们晾成我最喜欢的花茶 如果你那里的阳光没有那么的明媚 你也可以给它放在烤箱里面 用最低的温度烤个两三个小时 然后再晾干就好了 但是我更喜欢自然干 这几天的阳光太给力了 商店的时间就晒好了 现在我给它全部放在几个瓶子里面 这样子会保存时间会更加的长 哇 好漂亮的花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泡晒一杯 看一下 虽然颜色没有那么黄了 但是味道一定非常的好 当然你也可以加上几片你喜欢的水果 做成菊花果茶 但是我本人更喜欢 出菊花本身 微凉 烧苦 然后很清香的那个味道 在这个近秋时节 微风佛造 怎么少得了这一杯菊花茶呢 朋友们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希望你在这浮躁的秋天 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美丽 请记得点赞 转发 以关注 朋友们 让我们下次再见 请订阅